快点 没想到你如此大胆 你就不怕我踏平你北莫国吗 何据之有 恐怕你现在最担心的 是在几个皇子的真宠中 该怎么赢得胜利吗 巧言令撒 我劝你失去一点 放了雪儿 放了 我放了呀 来来来 你刚愿意过去吗 废话少说 赶紧放了雪儿 不然休怪我对你不客气 你要是不想看到雪儿尸体的话 我倒是不建议你帮忙过来 怎么 你还没有特别的打算吗 我可是有些等不及了 和尚 还真是不巧啊 居然在这里碰到了 三王爷 三王爷与贺舍皇子 原来是燕王和燕王妃啊 贺舍皇子虽然喜欢三王妃云玄 但是皇上一日未将她举配给你 你做出如此行为实在不合情理 难道你要因为一个女人 是两国的安危与不顾吗 娘妃说的这是哪里话 我只不过是请三皇妃出来游玩 哪里会想到 让三皇子给误会了 你看 误会了 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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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王和燕王妃倒是兴致盎然呀 这临近深秋 竟然有侠义来此游玩 贺舍皇子已来我大盐国好多时日 却不见想要回去的意思 莫不是因为 莫 莫 莫不是因为什么 莫不是因为 贪恋我大盐国的风土人情 不如 我让皇上在宗亲里挑选一个女子 许配给你 让你做我大盐国的驸马好了 也别回去了 这娶卿还得是自己选啊 那贺舍皇子就尽情挑选吧 不过 我盐国女子性子刚烈 万一闹出了人命 就算你是北莫国的皇子 也不可能轻易放过 杨妃所言极是 等皇子记住了 告辞 今天你救了云璇 卖了个人情给云香 反倒让她左右为难 我要的就是云香她摇摆不定 这样 日后 她想要帮助贺连臣陷害我们的时候 就会想到今日 我们解决了云璇的问题 既牵绊住了她 往后 我们的麻烦也少了不少 贺舍出来多时 但却从来没有见过 北莫国的皇上与她有过来往 连因如此大事 她甚至只是说说而已 却从来没有正式的文书 我猜测 求婚是假 求助是真 倘若 贺舍与贺连臣夯切一气 那必然对我国造成极大威胁 那我倒是真的有一些担心了 虽说 朝中宗亲也有女子 可是 多数都为贤官 无权无势 贺舍也看不上她们 可是那些手握十权 尤其是兵权的人就不一样了 现在在朝中 论身份 你 只有冷双铃府 许儿 别怕 我们回府了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姐姐 你这是怎么了 我没事啊 姐姐是不想嫁给贺舍皇子吗 别跟我提那个贺舍 我听说啊 北墨国其实挺好的 虽然那里冰天雪地的 冬日里呢 还要穿个七八件大棉袄 才能扛得住洞 不过你可以在那里放放羊 喂喂鸡 养养猪 还能跟贺舍皇子啊 生七八个孩子 别说了 如果真要让我嫁给贺舍的话 那我只有意思 皇上还没下令让你嫁给他呢 姐姐你生什么气啊 妹妹 你有办法能帮我 是不是 参加赏月宴的女子 又不止你一个 只要你听我的 我自然有办法阻止贺舍向你提亲 我什么都听你的 贺舍呢 确实亦属于你 三日后的赏月宴 也只不过是一个幌子 不过我这里有两种药丸 黑色的那个是可以让你的容貌 即刻发生变化 白色的那颗呢 是解药 你只需要在和贺舍喝酒的时候 吃下这粒黑色的药丸 之后皇上定然会让太医给你诊断 到那时候你再吃下白色的解药 七日之后你的容貌就会恢复原样 你是说 要让贺舍亲眼看见我的容貌发生变化 从而给她心理上的打击 真是的 妹妹 我就知道你最好了 妹妹 我就知道你最好了 妹妹 她说 她说 这位是方将军的女儿 方姑娘 好好好 这位是王姑娘 好好好 这位是礼部尚书的女儿 李姑娘 你好 你好 对了 这位是冷少大将军的女儿 冷双铃姑娘 她与岳王妃可是亲姐妹 而且她的哥哥是御林军的同理 红 乐姑娘 幸会啊 还好爽点 敬意 那你们就先聊着 多谢贵妃 乐姑娘好酒量呀 今日中秋佳节 你我的此相遇 不妨我们再赢一杯 你真是什么 你真是什么呀 你真是什么 这怎么回事 我变成了 我的脸我变成了 我变成了这样了 变成这样了 我不会 姐姐姐姐 你的脸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也不知道 我就喝了贺舍皇子 挣给我的酒 就成这样了 好了好了好了 不哭了不哭 你再哭 小心冯少让你嫁给贺舍 作为赔罪 宁王妃 发生什么事情了 回父皇 姐姐的脸好像有一些不适 需要回府休息一下 来人 诉讼小姐回府 便让太医去府上给小姐诊治 是 父皇